现在是2019年,在Elizabeth刚过16岁的生日的那个星期 她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上升 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寄养了 现在她的养母亲很严格,不让Elizabeth有任何自由 Elizabeth不可以玩游戏,看电视,跟朋友去玩或吃零食 她每天做一个固定的程序 早起床去学校,饭学直接回家,做功课,吃晚饭,然后念书 厨房的冰箱是被养母说的 不让孩子们吃冰箱里所有的食物 养母最不喜欢Elizabeth,将一切的错都怪在她的身上 Elizabeth每天都希望她没被收养过 有一天Elizabeth从学校回家的时候 她不小心掉下了一个坑洼 我希望我有一个爱我的家 我只想开开心心每一天 和... 啊啊啊 Elizabeth起来的时候很困惑 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记得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我的頭斷到坑蛙裡 有人是不是收穫了我的器官 或身體膜某一個部分呢? 哦,你醒了 來,喝一杯茶 謝謝 可是我在哪裡? 我的器官還好嗎? 不要緊張,你還好 我從潮溼回來的時候 看到你在街上暈倒了 所以我請領著幫忙拜你附進來我的家 你已經睡了兩天了 你現在光著怎麼樣? 我現在感覺的好多了 我不需要支付醫院蛋 可是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在哪裡? 這個房屋在Savis街和貝格斯大道的路口 那就是那個倒霉的坑東 對不起,你可以告訴我今天的日期嗎? 今天是2030年7月16日 請你再說一遍 請你再說一遍 2030年7月16日 2030年7月16日 為什麼? 吃了什麼問題? 我只想知道 這個社區裡 有一個叫Elizabeth Francis的人嗎? 對不起 Elizabeth Thompson這個是去幫忙走了 那謝謝你 你對我很好 可是我應該要回家了 祝你有一個愉快的一天 沒關係,請你安全 歡迎你再回到酒了 他走下Savis街 一直對自己講話 別人看著他 以為他是一個傻姑娘 可是他沒有意識到 他刪心地坐在一個公園場椅上 陷入深蹊 突然一個足球碰到他的頭 嘿,那是誰的球? 啊,對不起 我的孩子踢足球 不小心踢得太遠了 有時候 他們經過一壺想踢 到我家的頭上主腦 踢得太過分了 你還好嗎? 沒事 是 哇,你看起來很像我的樣子 你的名字是不是Elizabeth Prentiss? 記得 可是你怎麼知道的 那就因為我是你 我從學校回家的時候 不小心掉下了一個空洞 到了這裏 呃,我記得 我哪時候也很傷心 可是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你會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我們一直夢想著搬到了你也許 我只是回到這裏 拜訪我們的城地 我們在這裏相遇 真是太巧合了 終於有人收養我們嗎? 沒有 你不應該等別人來幫你 改善你的生活 你應該自己改變自己的生活 你好,Elizabeth 你18歲的時候會去一個很好的大學 事情會從那時候有所改善 現在我是33歲 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深淵的人 我又一位很好的丈夫和三個孩子 我能帶做我喜歡的動作 你的工作是什麼呢? 哼,那是一個秘密 你只要堅持 你會找到你享有的快樂 現在會帶你的家 讓你的未來成為閒事 謝謝 我答應,我不會讓你失望 啊,我想選你孩子 Elizabeth開心地回到康瓦 回到了家 Elizabeth真的卻在人生中取到了成就 她從Columbia大學畢業 變成了一位成功的軟件工程師 Elizabeth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回到你去世